另外商业社会对女孩子有不良的示范作用 比如女孩子凭借出众的容貌 一旦进入选美比赛并在媒体上亮相 就有可能彻底改变命运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摇身一变而成演员 模特或歌手等等 不仅从此基深上流社会 价德金归序 还可以裁员滚滚全家得益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 委内瑞拉的很多女孩从小就接受训练 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培养成优雅的美女 稍后欢迎继续收看 土耳其老兽星死后重生 养老金失而复远 越是男子闯入雄园玩命 英国肥婆变辣妹 讲述减肥的三大秘诀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土耳其最近出了一件新鲜事 一位135岁的老兽星在被宣布死亡一年之后 又突然复活了 而且还在政府部门的重新领到了养老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135岁 这真的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寿的年龄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 还有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 都是他的同龄人 哈利姆阿尔甲伊 1874年出生 目前生活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 库尔普省的一个小村庄里 可能是因为时代太老了 哈利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真实年龄了 最近25年来 哈利姆一直卧床不起 当地的人口和养老金管理部门 因此断定哈利姆一定是去世了 于是大笔一挥 为他开举了一份死亡证明 并立即终止了哈利姆的养老金 如今老人哈利姆再次获得重生 当地政府不仅恢复了他的养老金 而且还为他专门指派了一名护工 目前哈利姆在满堂儿孙的陪伴下 幸福地生活着 而明年的7月1号 哈利姆将迎来他136岁的生命 一张图片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组图片新闻 据英国《静报》24号报道 英国政府日前解密了 1000万张二战时期航拍的间谍照片 其中包括轰炸城市废墟 纳粹战俘营以及重要 我们下转发病虫 还!?